直接貼到這邊來 好,那我們來看 如果它的B欄 所以這邊的話其實都是直覺的 我寫這個其實都是看著這樣一直寫 不是說我平空變出來 所以你只要怎麼樣 了解上面要做什麼 你就可以很快轉換了 反正你就是在轉換的工作 只是說它 該放什麼就放什麼 那如果它等於銷售部的話 對不對 Zen把SumA裡面的東西 加上什麼 C欄裡面的東西 C欄裡面是1800 SumA裡面原來是沒有 存在前面 所以SumA就暫時變1800了 再換下一個 下一列的話 銷售部還是銷售部的 它已經1800了 再加上1500 就變3300 SumA又變3300 因此類推 所以它意思是怎麼樣 把資料先存在前面 然後最後呢 輸出的話 就用Range的方式 把這個結果怎麼樣 輸出到這個 18跟19裡面 OK 這邊用Range 那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那為什麼你前面用Sales 這個地方你用Range 其實呢 會用Sales 是不得已的 為什麼 因為 跑回圈的時候 你會發現跑回圈 我一定用Sales 為什麼呢 因為Sales後面這兩個 這兩個呢 它可以用數字來表示 數字喔 但是Range的話呢 裡面呢 它只能放文字 所以呢 如果說你今天用Range 放在回圈裡面喔 那就會有問題 因為回圈裡面 只接受數字 有沒有它會3 你不可能說這個Range 裡面放個3吧 因為它 也是可以 但是非常的麻煩 不建議喔 所以基本上在回圈裡面呢 基本上會用Sales 可是如果你單純只是指向某一個 儲存格的話 那當然用Range會比較簡單 所以如果今天要把SumA的值 輸出到 18 最簡單就是Range 掛入18 SumB 放在19的話 那就直接怎樣 放19 那就直接幫我輸出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地方直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OK 它就把這個結果丟到這邊 這個結果丟到這邊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那H你一下子沒辦法寫出來 沒關係啊 至少你懂了 然後找個時間 再把它撰寫一下 那其實一樣的方法 這個地方 這題它底下差不多 所以我們直接來 也是一樣 上面是兩種 這個是一種而已 就是只有大於5萬就好了 所以這個邏輯稍微簡單一些些 一樣是插入最近使用過的 Sumif 然後呢 Range的話就這個 要比對的範圍 然後條件就大於5萬 也就是說 這個銷售人員裡面 它業績超過5萬的有幾個 那就把什麼 這個範圍加起來 確定26 那一樣的方法 不過這邊的話呢 就只有Tru跟False 所以沒有Else 不需要Else 就一個條件而已 那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1 20 所以這邊只要一個Sumif就可以了 Sumif是用哪 如果那個銷售金額大於5萬 那就把旁邊加起來 所以加10 加8 再加8 所以26 輸出到哪裡 1 20 那程序的話怎麼撰寫 其實 跟剛剛差不多啦 就差一個什麼 沒有那個Sumif 還有沒有Else 所以你可以把上面摳下來 貼下來 改一下 那名稱改成叫銷售額 銷售額裡面的話 大概就是幾個地方 把這個拿掉 那條件的話 改成大於5萬 輸出到120 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直接來看 直接就輸出 應該可以看得懂了 For I等於15到19 這應該沒問題 然後再邏輯判斷 輸出 OK 26 沒有問題 好 那這兩題 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就是用那個Sumif 都用Sumif 最後的話 輸出之後 變成兩個VBA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這兩段VBA 在雲端上面也都有 如果你動作比較慢的同學 可以先複製貼上RUN一下 如果動作快的同學 建議 重新再輸入一遍看看 最好是 了解那個前因後果 那個固定 其實我的 那個撰寫的流程其實都一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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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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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